台湾的疫情严峻 各方都在想方设法抢疫苗 而日本媒体就报道了 感念台湾对日本三一大地震的鼎力帮忙 那么日本政府考虑要雪中送炭 已经将这个采购的英国AZ疫苗部分 考虑要分给台湾了 最快在下个月就会抵达台湾 而日本官方长官也证实了 内部的确有在讨论 要把多出来的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跟地区 而外向更进一步地点出台湾 指挥官陈时中表态欢迎 但是他说这个时间要尽早晚了就没意思了 就在15万基莫德纳疫苗确定来台后 AZ又有新消息 28号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大篇幅报道 日本政府最快下个月供给台湾 他们已经采购的AZ疫苗 不只日本官方长官外向更进一步点名台湾 最主要是日本方面感念台日间合作互助已久 311大地震 台湾对日捐款超过200亿日元 去年4月台湾也捐赠了医疗口罩200万片 只是是买还是送至今指挥中心消息很有限 只是日本虽向AZ原厂购买1.2亿剂疫苗 但因为AZ疫苗的血栓副作用 最近没在日本政府名列的公费施打名单中 受限日本和英国AZ原厂合约问题 后续疫苗送来台湾后的健康损害赔偿 也是一项要注意的事项 但是台湾疫情升温之际 若能多点疫苗 也能疏解台湾的燃眉之急 记者综合报道